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 梁善恒玄机解码的时间 这温光幕见到梁善恒师傅 你好 大家好 师傅 今集我们继续讲一下风水错误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人家里都会有一个叫神台 例如国内台湾叫神窝 或者是神流 而在门口外面也可能会有一个地主 可能有些家庭如果他完全没有信仰 他没有放就没有了 但如果稍微有点 或者跟一些长辈一起住的时候 小不免家里也会有的 我想问一下 在一个风水的布局上 错误的示范 通常他们在一些神台 或者在一些地主的布局上 他们会做错些什么呢 请教师傅了 方法 更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货 名额有限把握机会 因为他觉得不应该跟菩萨摆在一起 因为不应该平排的 要摆的呢 如果有父母的照片 如果有父母的照片 或者一个灵位 放低一级就可以了 总之不应该跟菩萨平排的 这些是礼貌的问题 这个其中之一 其中之二 那个神台 即是供奉祖先 或者菩萨 不要对着主人房 因为主人房 不恭敬的 又不要对着厕所 因为亦都不恭敬 对着厨房 都没什么所谓 就千万不要对着厕所 也都不要对着主人房 这样 那个神位呢 要放在空旷的地方 当然不可以放在厅的中间 因为神位要有靠山 要近墙边 那就有了靠山了 有些人认为神台 是否要对着门口 不一定的 要找个庄严 搞劫的地方 安装就可以了 这样神台呢 是供奉菩萨 或者祖先的地方 只要那个干净 企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地主呢 地主是多数摆在门口 是守护家臣 那又福德之臣 会在那里受你供养 你供养的地主 地主会保护你家宅平安的 那这些是好的 那这样 但是地主 如果你每天 供奉了 如果你供奉下 供供下 不供奉 又差了 所以 欺負到好处 有些人供奉地主 是很隆重 很隆重 但是你不可能 天天这么隆重 那你一不隆重 那时候呢 又反效 所以供奉地主 用一杯水 用个山果 装置香就够了 神台呢 就用一杯水 用山果 用些香花 供养 那就够了 这样就 補到你家居平安了 哦 即是有时候 又不需要 就是 好像给的太 太 怎么说呢 搞得太大 但是恒心一不足的时候 反而就 重大问题 对吧 是呀 哦 OK 那好吧 那我又想问一下 这一个 那有些人呢 可能 例如他们呢 就是说 我拜神呢 就是 都有一些疑问 想问一下 例如说 喂 是不是晚上就 拜神就 就是 插香就不好 这个第一 第二 就是说 喂 有时候师傅真的不记得了 那是不是又有一个问题呢 这样 拜神呢 当然是 日头好 那 日头呢 就供诸天 那 晚上呢 就供夏堂 夏堂就是那些鬼 那 那如果是偏門的那些人呢 就专夜晚拜神的 他要那些夏堂那些鬼 那些鬼 那一般人家呢 就十二点前呢 就 就专香拜神的了 那样 有些人家呢 早晚都拜神的 那样 晚上呢 就专香给地主 那些是夏堂那些鬼来的 其实那些是福德神来的 虽然是叫做鬼 但是他善神来的 保你家门的 那样 习惯了 早晚都可以的 不一定说一定要日头的 那样 一瓣心香的 那样 那些香 其实是仪式来的 鬼啊 和神啊 他其实不是吃香的 香对他来说 没意思的 都是一种杂造 跟那些杂造 仪式 那样的而已 嗯 那又有另一样东西 就是呢 有时候我都见过的 那有些家呢 他们就会有一些 叫做那些 念佛的那些机 那如果放在这个 神台那里 那有些人可能他会问 啊 师傅啊 我这个神台的位 刚好在今年呢 就是五王位 而我又放这个 念佛的机在那里 会不会有问题呢 念佛机 和吹吉避空 没关系 因为它是机器 不等于真是念佛 念佛有功德 是需要由人亲身去念 才有功德的 用机器去念佛 那些是声音来的而已 不会造成任何的 那个效果的 吹吉避空这个效果是没有的 如果想憑念佛 吹吉避空 要自己亲身去念 因为人呢 就有一种回向那些力的 机器就没有回向的 所以念佛机 摆哪里都是一样 没什么关系的 摆神台 和不摆神台 是没关系的 念佛机 念出来的佛的声音呢 是反而给自己去听的 自己听到念佛 可能我的心都会跟着你念的 那才有这些好处的 和鬼神没有关系的 嗯 OK 那另一件事呢 我就想问一下 有些人呢 他很有趣的 就是他们呢 好像很讲究一些室内设计 这样的 神楼那个 就是神台 他们都要花点心思 去给一些设计下去 对吧 就是可能例如说 喂 我不知道 很多可能性 加动门下去 对吧 又或者甚至乎 我也真的见过 一个三角形的神台 师傅 他不是四四方方的 在风水上 会不会构成一些问题呢 如果在风水上 是好 还是不好 凡是三角 都是不好 三角 就是灵营 灵营呢 就是 都光血影来的 这样 就算你是神台 都是没有益的 神台呢 要四平八稳 这样才可以的 所以形象是没有其他特别 只要干净 四平八稳 就不要有三角了 他个人喜欢三角 是他自己的事 你买神袋 他都是四平八稳的 这样风水 那个神台呢 没有说特别 什么形象好 什么形象不好 是干净 整结 这样就够了 放在庄严的地方 这样就够了 什么形象是无关重要的 只是三角 就是不好的 嗯 OK 那也都是最后一条问题 那 刚才呢 你提及过呢 就是说一些叫做 家中的一些亲戚的 可能他先人 他的照片 那我知道呢 有些他直接呢 就是摆骨灰 嗯 就是呢 把那些先人的骨灰 放在家里的 其实在风水上 有没有影响 或者宗教上 有没有影响呢 这件事 所以 家居放在先人的骨灰 是大大不利 极度不好 因为先人呢 往生了 已经是属于阴性的人 我们洋人呢 是阳间的人 那么阴阳不能够集居 你自己 我们洋人呢 都受损 而阴人呢 他自己都受损 他绝对不想 近回那些洋人那里的 我们洋人 如果受阴人 太过接近呢 影响到我们自身 尹清 所以家居不可以 放在先人的骨灰 放在一条死尸 就更不好 所以呢 先人呢 一定要落土为安 要去到 放在山上 放在泥土那里 落土为安 不可以放在家居的 陰人和洋人 是不适合集居的 那有些人呢 就有感情 这个我外人 我不舍得他离开 把骨灰 放在家居 这样 对自己呢 心神仿佛 而身身暗鬼 甚至乎 很快就要死亡 所以是极错的 要把他落土为安 如果把父母的骨灰 放在家居更不好 因为所有先人呢 都要落土为安 那有些人呢 就放在大海 有些人放在公园 又怎样呢 又是大大错误的 因为先人的骨灰 是需要落土为安 他由他的骨气 抑任后人 如果他没有办法 落土为安 后人 后世人呢 即是他那些后人 会截主截孙的 这个就是严重后果了 噢 那大家真的 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就着一些风水的话题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是想请教师傅 但我与时间关系 始终都要暂时有一个完结的 如果大家可能就住自己家里的 一些风水布局 或者可能年尾 下一年的飞升方位 又不同了 如果就着一个风水布局 上面 是想请教师傅的话 那当然是欢迎 可以在影片资讯栏 找到梁善行师傅的 联络方法 真正详细请教他 下一集 我又跟师傅说 其他一些沿河风水上的话题 好 拜拜 拜拜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 请记得给我们点赞 同时请留言支持 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赵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 中藝网络平台 你绝对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网站 专业链接及联络方法 更可以领取网站 免费公开网货 名额有限把握机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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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